以赛亚书二章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 万国万民都必来习安敬拜 国度基业将在11月5号到14号 举办十天九晚的 荣耀新人经典走进以色列之旅 此次经典之旅共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我们将观光经典的旅游景点 包括令人心最神迷的耶路撒冷 参观举世闻名的耶路撒冷老城区 特别是犹太人和列国游客 都要前往的西墙 参观历史古迹大卫城 有大地的神秘苏西亚 耶稣复活之地空坟墓 耶稣取劳祷告的克西马尼园 和即将再次降临的橄榄山 我们还将漫游加利利湖 参观耶稣时代的会堂 并前往约旦河受监信礼 参观犹太人生活的基布斯 去体验死海漂浮的乐趣 还会去大卫藏身之所迷人的影基底 第二大亮点 我们将有关爱犹太百姓的文化活动 我们会去西伯伦参观亚伯拉罕 撒拉 以撒 雅各和利亚的先祖所葬之地 这是一场寻根溯源之旅 我们会邀请当地的犹太拉比分享 他们是如何扎手在耶和华神 给先祖应许之地的神奇故事 我们会参加万王之王事工 在耶路撒冷的周日聚会 和周六为以色列的祷告聚会 我们会与尼赛亚信徒一起庆贺 领受一个新人的祝福 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出席 以色列精锐部队的纪念活动 面对面与以色列士兵互动 我们会参观在耶路撒冷 全球极富盛名的高科技公司园区 了解现代以色列的科技发展 第三大亮点是 此次行程我们将全程住在 安全舒适的犹太社区酒店 享受健康丰富的洁净佳肴 我们还会一起在传统犹太区的耶胡达 露天市场购物 感受当地犹太人真实的生活 此次的行程将安排中文导游 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哦 在6月20日之前 报名则享受50美元优惠 你是一个父母吗 你是一个阿公阿嬷吗 你有儿子女儿或是孙子孙女吗 他们在上学吗 如果他们在学校的学校内容 不是英文数学 而是刚教性爱 如何达到刚教高潮 还有你在哪里可以买到性爱玩具 你会让他们继续去上这个样子的学校吗 加州的学校就在我们南加州这边就有这个样子的学校 而且他们这些老师都是拿着你的地价税来当薪水的 没有错 你在支持着这样的教育 而且不只是这个样子 我也在支持这样的教育 OK 不只是你们 我们的国会正在庆祝这个样子的生活方式 在这个骄傲月 美国各大城市 有各式各样的派对 游行来鼓吹这样子的生活 而且还有变庄皇后 在我们加州的州政府 Sacramento这个地方领奖 因为她勇敢 她抵抗事实 抵抗基督教 所以她领奖了 就算你的小孩 homeschool了 OK 就算你好好的保护他们 我们的电视 我们的网路也在洗脑他们 还记得以前的看的卡通 兔八哥妈 Bugs Bunny 现在他们说 一直以来 Bugs Bunny都是一个 Gender Queer 不知道自己的 性别的这个人 这个兔子 这么多事情 已经在这个月发生了 而且接下来 还会不断的发生 到底是为什么 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还有我们要怎么面对 今天来好好的讨论一下 首先我想感谢 每个月支持我们的会员 真的是非常感谢各位 一直以来支持 AI News爱报导 我们要抵制的企业有非常的多 迪士尼 Netflix HBO 各式各样的影视平台 那些公司想要洗脑你的孩子 所以在我们开始之前 请你直接到下面参加我们Coffee的会员 直接的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不要把你辛辛苦苦赚拿的钱 送给恨你的公司 恨你的小孩 恨你的家庭 恨你的信仰 恨你的价值观的公司 请拿你的钱来支持我们这个 传达正确的价值观的频道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进步 一起改善自己的人生 一起传达正确的价值观 加入我们的会员之后 就可以参加到我们Discord的聊天室 里面100%都是跟你一样 志同道合的人 不只是这个样子 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群组 会在我们的Discord聊天室里面 你想要Homeschool你的孩子吗 Homeschool的资源要从哪里来呢 我们请到两位母亲 就是之前上我们节目的 Sunny跟Lily 两位Homeschool达人 一起帮助你跟你的孩子 夺回他的教育权 一起翻转这个时代 请帮我们按赞留言 分享这个影片 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盾 让我们一点一滴的翻转这个时代 从自己的家庭开始 建立基督的价值观 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我是Ede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来到第一个新闻 这是来自thePostmillennial的报导 一位位于加州 Pracenta 在这个Eldorado High School教书的教育家 在课堂上指导同学 非常的细节的这个 刚教性爱法 被拍了下来 以及去哪里找性爱玩具 来促成这个 社护线或者前列线高潮 这个影片放在了Instagram 社交媒体上面 内容就是一位教育家 Educator 在一个教室里面 坐在一张桌子上 跟全班的同学讨论 为什么同性恋的男人 可以透过刚教来达到高潮 然后呢 他后面的一个PPT PowerPoint 就放着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肛门的照片 那这边这个影片 我知道各位很不想看到这些 其实我也不想讲这些 因为这非常的恶心 而且过度的露骨 但是 这些是你的小孩 在学校学的东西 这些是你小孩的老师 Eldorado High School 就在Irvine旁边而已 这些是给小孩看的 未成年小孩的教室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而且我们一定要面对 所以如果你的小孩 已经听懂英文 然后看懂这个东西的话 先请他出去一下 这个东西 你们自己之后 家庭教育讨论就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 是哪里的脂肪 是哪里的脂肪 所以 那我們剛剛才在辦公室裡面討論 我要說剛教還是男男性行為 我知道男男性行為聽起來比較文雅一點 但是那個 Anal sex 是你的孩子在學校聽到的 你要知道就是這些事你都不想要聽到的 你不想要聽到一個保守派基督徒的Ethan 嘴裡講出來這樣子的東西 但是你的學校的老師是這個樣子說給你孩子聽的 所以我們知道有很多的牧師會認為說 我應該用比較文雅的方式來敘述 但是我們必須要知道這個事情的嚴重性 各位給我的建議我都有聽進去 但是我還是要講 那個女的不該當老師應該要關到監獄裡 這應該是我們的下一步 我們要看到罪 認識罪 用聖經來定義罪 接下來我們就要審判罪 我們接下來的禱告就是要請神來告訴我們 怎麼樣把這樣子的人關到監獄裡 不要再來殘害我們的小孩 共和黨做了很多事情 立了很多法律 來把這些東西從我們的學校當中禁止 這個很棒 這個很好 但是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指出來在做這些事情的老師 這些是 性變態 這些是聯酮製造機 這些東西是不應該在學校被教導的東西 他們在性化物化欲望化小孩 這樣子的人就是應該要進監獄 我們怎麼知道我們的社會已經回歸正常了呢 就是 當我們看到剛剛那個影片的時候 OK 與其就是結束了 中斷了 我們看到的結束方式 是一群警察進到那個教室裡 把這個噁心的變態 戀童癖的這個人 呃 呃 怪獸 上手銬 然後把他拉出去 之後把他丟在監獄裡面 讓他跟野獸一樣 把他跟野獸一樣丟在一個籠子裡面 因為他就是一個野獸 直到我們看到那一天到來之前 我們要想的就是怎麼樣 把這樣的野獸關進籠子裡 當這樣的事情發生了之後 我們才可以知道 我們的努力是有一點點 OK 一點點的成果的 在這個社會上 一點點一點點在恢復正常當中 另外一個有趣的事情就是 你可以看到那個教室裡的學生 他們根本就沒有在專心上課 在下面竊竊私語 嘻嘻哈哈 然後這個老師說的內容 的確沒有什麼必要要專心上課 因為這些是一些 一點意義都沒有的資訊 就是一個課程 不僅是噁心 骯髒 戀童癖 變態以外 而且還完全沒有任何的意義 對孩子的未來 對孩子的課業 英文 數學 理化 一點關期都沒有以外 而且這些孩子還覺得很無聊 所以很棒 他們上課不專心是個好事 我小時候 那時候我在台灣 我那時候有上健康教育課的時候 也是很無聊 我覺得那沒什麼好學的 我記得國小的時候 上健康教育課的時候 第一堂課 我就已經把社會課本 還有歷史課本裡面 後面全部翻出來說 那個什麼 國父孫中山革命 黃心在哪裡起義 哪一場隔壁的時候 幾根手指頭被打斷 我第一堂就讀完了 我上國中的時候就開始有所謂的 性教育課程 內容當然不是像跟剛剛那個影片一樣 那個時候在教導就是什麼 陰毛生長 意毛生長之類的東西 搞得台上的老師講得也滋滋烏烏的 我最記得就是老師在台上要講 手銀或者是自衛的時候 台下每一個同學都尷尬的在那邊笑 然後其中有個同學說什麼 他家有裝解碼器 然後可以看到彩虹頻道 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全班同學 包括老師其實是傻眼的 然後老師後來是找那個同學的父母座談的 說你不能在家裡給小孩看這個樣子的東西 現在這些學生 聽到那樣子的東西 Ain't no sex 看到那個樣子的畫面 是絕對無聊的 是絕對無趣的 然後在底下 連在底下尷尬的笑都沒有 因為這個內容很不適合在教室裡出現 但是對這些小孩來說 對我們加州的高中生來說 就是一個再平常不過的事情 上課每一節都是在講這些東西 每一個老師 不管是數學老師 英文老師 社會老師 歷史老師 自然科學老師 講的內容都是一樣 都是在講那些東西 這就是整個prime month 他們在推行的 這可能是 就是這個影片 讓人感到最不舒服的地方 為什麼他們會覺得很平常呢 這個週末的時候 OK West Hollywood 有個大遊行 Family Friendly 合家觀賞的驕傲遊行 裡面包括就是一堆 基本上沒有穿衣服的男生 跑來跑去 跳來跳去 然後還有一個男人 在卡車上 被另外一個男人用鞭子打 然後用下體撞擊 我們會用馬賽克 我們會用馬賽克 處理這一段 但是 Yeah 看一下 這是不在學校 在大街上發生的事 反正就是一個全裸的男人 被一個全身穿皮衣的男人 用鞭子打 然後做各式各樣性行為的姿勢 然後他們會使用這個平台 OK這個平台只是一個卡車 但是只有這個卡車嗎 這些人的平台有這麼渺小嗎 當然不是 他們的平台是全民主黨2024的大選 亞利桑那州的民主黨 請了一位變裝皇后 在驕傲遊行上面 直接舉辦這個選舉造勢活動 呼籲人出來投票給民主黨 Have to ask I'm obligated to ask How many of you are actually registered to vote? Are you registered? And no shame if you're not No shame if you're not Because it's not too late to register for the next election And turn the tide of all of the hate The anti-gay nonsense in the State House The anti-gay nonsense in the Senate The anti-gay nonsense in Florida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insane It's insane Over 500 laws have been introduced across the country Today Today The anti-drag bill in Tennessee was voted unconstitutional by an appeals court So that's pretty incredible 一定要去投票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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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是政治喔 這個是我們的信仰喔 好回到我們的加州 Sisters of Perpetuous Indulgence 這個純粹就是一個來侮辱天主教的一群變態 他們說自己是性變態修女吧 I don't know 沒有什麼其他的解釋翻譯在上面 在我們加州的州議會 為了他們的犧牲還有貢獻 領獎 In Sacramento The polarizing figure today was Sister Roma One of 15 people recognized in both the State Senate And the State Assembly As part of Pride Month celebrations San Francisco Senator Scott Wiener Invited Sister Roma to the Capitol As his guest Sister Roma is a member of the Sisters of Perpetual Indulgence A group of queer and trans activists who call themselves nuns As they devote themselves to community service They were founded in San Francisco in 1977 And now have followers around the world 對 Yeah 因為他們無謂 勇氣 堅持 所以說我們今天在我們的州議會 頒獎給他們 因為他們不低頭 不妥協 他們是一群 鬼吧 我實在很難把他們當人看 不知道各位是怎麼看的 跟我們的 州參議員 Scott Wiener 一起拍照 這位Scott Wiener 大家應該都不陌生 就是那個 不斷立了法 而且努力的廢除戀童癖的罪行的一個人 而且這個人呢 廣大的宣傳性教育在學校裡面 而且要小孩離開父母的一個人 不只是只有我們加州才這麼變態 華盛頓DC 我們美國的首都 我們的前參議員 OK 參議院院長 Nancy Pelosi 好像也是從我們加州來的 會在我們的首都 會在我們的這個 國會的這個棒球場上面 在一個驕傲月的主題下面 手頭開球儀式 我們六月才開始一個禮拜 我就可以在這邊跟你保證了 驕傲月跟民主黨什麼 麻吉麻吉這個樣子不會停止 會一直到2024來 原因是 驕傲是他們的宗教 是他們的信仰 驕傲是民主黨的信仰 他們要重新設定人權 儀式 道德框架 人類學 神學 文學 驕傲就是他們的政治運動 政治信仰 所有的議程 所有的設計 所有的計畫 全部都是圍繞在他們的信仰裡面 那這裡就是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了 要問我們保守派的各位 就是 我們的信仰是什麼 我們的信仰是反對左派嗎 是反對自由派嗎 是一個虛假的中立嗎 我們的信仰是無中生有的政教分離嗎 還是我們的信仰是建造這個國家的宗教 建造整個西方文化的信仰 我們終於有勇氣出來說 基督教建立了我們的國家嗎 使我們的國家偉大嗎 而且基督教是我們的國家 唯一再度偉大的機會嗎 還是我們要持續一切交托神 禱告就好 然後一台卡車上面堆著一堆性變態 呃 輾著我們的屍體跟十字架 污染著我們的孩子的眼睛跟思想 然後我們還沾沾自喜的說 你看我們多棒 我們的左右臉都被他們打腫了 你看我們多像耶穌 我們要知道的就是 他們攻擊的對象是神 其實不是我們 也不是我們的孩子 是基督 任何人做出來的事情 都只是要來攻擊耶穌而已 他們用我們的小孩來攻擊我們 只是要我們放棄信仰 然後相信他們的信仰 他們用我們的小孩 用我們的孩子來攻擊我們 只是要我們放棄對他們的信仰的建造而已 他們無所不用其極 什麽都可以 包括我們的童年 你還記得 你小時候 八九歲的時候 周末早上沒事做 把電視打開 然後卡通頻道上 Cartoon Network上面有一個經典的 Bugs Bunny 然後Bugs Bunny就會常常用一招 就是穿著女人的衣服 然後呢 那個 Edmond Feud OK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麽 兔八哥只要一穿上女人的衣服之後 他就認不出兔八哥了 很好笑 因為男生穿女生的衣服 就是一個很好笑的一件事情 之前每一個人都知道 這是一個笑話 而是一個節目效果 但是 現在這是什麽意思呢 現在的研究證明 原來 兔八哥一直以來都是一個 Gender Queer 性別酷兒 現在的戰爭是一個文化戰爭 同時也是個常識戰爭 目的就是要摧毀常識 這是另外一個例子 OK 美國猶他州的一個學區 在中學以及小學 廢除了所有聖經觀點的書籍 原因是因為聖經粗俗以及暴力 他們的說法是 他們在做一個公平的審判 An Aspect of Neutrality 就是如果你不想要一個七歲的小孩 有機會接觸到那些酷兒文化的話 就是如果說你不想要小男孩 可以接觸到什麽同性性行為 還有上面卡通 上面有照片 然後有圖片的教科書的話 那那個小孩也不應該接觸到聖經才對 The King James Version of the Bible has been removed from multiple Davis district schools This after a committee found it contained both vulgarity and violence The committee is going to be reading for a long time to read the Bible they get to read it cover to cover this is michelle edgeley the president of the utah educational library media association speaking with fox 13 news back in march don't think that most parents have either the right or the knowledge of the student bodies to be banning books for the entire school on thursday the davis school district says the district review committee reviewed the king james version of the bible in its entirety while they determined it didn't contain sensitive material as defined by utah code they still pulled it from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 library shelves 对于很多无知的人这个就叫做政教分离这个就叫做至中状态 okay aspect of neutrality但是这是一个至中的状态吗这是一个中立的状态吗 这其实是在平等化两件事情哦对不对一本书是在说我们要控制 我们的升职器我们要控制我们自己的欲望因为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 另外一堆书是在跟你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跟谁做什么就做什么想 什么时候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要变成什么就可以变成什么几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个是个道德相对论amoral relativism的观点然后这间学区 犹太州这个学区就认为说只要我们两边都不教导就好啦 这样就公平啦但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观点把这两个东西混在一起谈不是一个平等 左派也知道不是一个平等这就是为什么左派会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根据associated press的报导在犹他州the good book现在被用bad book的方式来对待 因为父母认为学校删除了太多重要的书籍在公立学校的教育里面 所以就说服了当地的学区的校董会有很多圣经的经节太粗俗了太暴力了 不应该被小孩阅读在美国的教育历史里面不管是教会的学校还是公立学校 以前圣经是一个必修课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绝大多数的人都是知道圣经 认识圣经读过圣经的如果不是从学校的教导来的话那就一定是从家庭教育或者是教会学校来的 但是现在我们的社会把圣经神的话变成给跟这些变态的东西 弄成一个平等的我们会说这都只是书啊都只是想法啊只是观点不同啊 这个是最慵懒而且最没用而且最愚蠢的人的思考模式 这样子的人的想法就是我不要有争议我保持中立就好 但是事实上就是没有人可以保持中立 中立也是一个立足点中立也是一个观点 在支持圣经跟反对圣经的观点上面没有人可以保持中立 例如不可谋杀蓄意杀人不好 有人可以说也不一定哦 这只是观点不同而已哦 不是所有的谋杀都是不好的哦 不应该是谋杀的唯一观点哦 我们不要把谋杀这件事情政治化 我们看谋杀的时候不要断定是好还是坏的 这个观点其实并不是一个中立的观点 反而是比较支持谋杀的观点 把我们现在时候讲的议题都想一次 只要是在道德层面的议题就是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看待的 也就是说犹他州禁止圣经并不是一个中立的观点 而是一个反对正义的观点 废除圣经跟废除邪恶的性教育书籍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用意也是完全不同的 目的只是要来反对圣经而已 就像言论自由一样OK 田纳西一个我本来很想要去 而且其实很想搬去 现在其实也很想搬过去的地方啦 但是我知道我不会搬过去 因为我要在加州这个邪恶的地方拯救加州OK 田纳西地方法院上个星期 撤销了一个法律 那个法律就是要保护田纳西的小孩 变装皇后不可以在小孩的面前表演 不可以参与学校的活动 在酒吧里表演的时候不可以有小孩参加 然后田纳西就不知道哪个no need no call 路的法官 撤销了这个法律 说这个不符合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 这个时候田纳西的政府的立场其实并不是中立的 而是在帮助变装皇后在小孩面前跳脱衣舞 这就是为什么田纳西的LGBT的那些人会这么开心在那边庆祝 美国的企业对类似的事情的观点也是一样的 保持中立他们会说就是我们的产品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都来购买啊 我们也拍保守拍的广告也拍这个LGBT的广告 但是其实很多事情我们不可能保持中立 我们不可能不冷不热就像刚刚提到那个Bugs Bunny 我们每一个人都还记得就是 每个人都看过每个人都知道Bugs Bunny常常会变装 穿着女生的衣服在卡通里面 我们会笑因为很好笑我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我们会笑因为这些东西很好笑很滑稽 而不是因为Bugs Bunny在展现他另一面的性别认知 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酷儿的代表 好笑是因为男人穿着女装是好笑的是愚蠢的是愚昧的 Bugs Bunny的作者会这样的话就是因为好笑 他每次穿成那个样子的时候来骗M&Fu 其实就是一个玩笑 大家都知道的玩笑 这就是为什么养婆婆很好笑 董月花很好笑 水果奶奶也很好笑 但是现在Lunitune现在决定 这一切是非常严重的 我们要非常严重的来看待这件事情 他这边出了一系列的六色骄傲旗 然后都是Bugs Bunny穿着变装皇后的衣服 然后上面写着 骄傲越开心赶快变装吧 所以现在Bugs Bunny是一个酷儿的指标了 怎么会这个样子谁知道 或许Bugs Bunny是多元性别兔子 这是非常愚蠢的 事实上就是在我们的电视上在我们的娱乐圈 都是在洗脑我们的小孩 事实上就是他们做出了一系列的东西 可以来庆祝骄傲 对就是这个卡通 我不知道叫什么 那个大舌头的猫 现在他也是一个gay icon 这是大舌头的猫在追Twitty 这个小鸟 然后在过程当中成为LGBT的偶像之一 各位看了之后可能会觉得 就说这没什么啊 这只是你干嘛这么大惊小怪 这只是个卡通啊 没什么好怕的不是吗 但是各位要知道 这个是给小孩看的 他们的目标是小孩 然后你看底下留言 大家要知道就是 这些是给小孩看的 这些讯息全部都是针对小孩的 Bugs Bunny是给小孩看的 你上次看这些卡通的时候 大概是什么时候 大概是差不多你十岁的时候 这个就已经是现在社会的常态了 然后我们的社会也是为了这个 新的世界常态感到骄傲 正常的世界正常的人类正常的生活 是被抵制的 是被打压的 是可以被贬低的 各位可以想想看 我们有另一个一整个月在庆祝正常的人生吗 我们有一整个月在庆祝正常的生活方式吗 在同时 OK Microsoft 这个微软跟GLAD 这个LGBTQIAPC++的这个组织来合作 提倡LGBTQ XDCDP++ 这些人在这个Xbox的游戏上面的这个代表 Xbox出产的游戏里面一定要有变性人这样子的人在里面 一切都在表示 这一切就是为了要攻击我们的孩子 身为成人的职责是什么呢 就是来教导孩子正确的价值观 正常的生活 很多人一直在问说 为什么他们一直针对小孩 为什么他们一直想要变性小孩 为什么所有的议程都是要来变性8岁的小孩的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想要合理化他们的生活 他们想要合理化正常化他们不正常的生活 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看小孩也这个样子啊 他们要改变正常的方式 他们想要改变正常的生活模式的方法 把不正常的生活方式看成是正常的 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小孩也在加入在其中 在中国为什么共产主义会成功 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大量的招募小孩 让小孩起来反抗自己的父母 让小孩起来破四就立四星 让父母最容易跌倒的方式 就是让他们的小孩起来推倒他们 就像我会为了我的小孩而死 我会为了保护我的小孩 我会为了我的小孩承受痛苦 我最不想要受伤害的就是我的小孩 对我个人来说 最能对我造成威胁的就是我的两个女儿 他们知道我们的弱点 所以其实我们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除了要避免我们的小孩被性洗脑以外 更重要的其实也是要保护我们的小孩 不要在思想层面被洗脑 当这些小孩开始困惑他们的性像 以及性别的这个开始天马行空的时候 对于他们来说对于左派来说 就是越来越自由的 他们会说你看小孩也这个样子啊 这个就是他们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针对圣经的价值观跟事实本身 我们要知道的是 他们的目的不是看到我们痛苦 他们或者是看到我们难过 他们想要看到的是我们放弃信仰 放弃耶稣 这是一场文化战争 是一场正义跟邪恶的战争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维持圣经的价值观 就算你不是基督徒 你也会有想要抵抗的感觉 因为你是个正常人 在很多议题上面 我们没办法保持中立 两边都不支持 两边都抵制 其实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就是在抵制正义 还有支持邪恶 洗脑孩子来攻击父母 父母低头来推翻常理 这些都只是棋子 他们真正的目的 就是想要推翻圣经 推翻正义 推翻正确 推翻正确的价值观 然后以他们的欲望 来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 让所有的人都活在自己的欲望的奴役之中 如果你是个基督徒 圣经的实践的前言告诉我们说 我们有义务要让自己脱离奴役 因为是神带领我们脱离奴役之家的 所以任何捆绑我们的 我们都必须要脱离 而且我们要反击 然后摧毁他们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